我想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这次疫情防控应该是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开放式的 体验式的制度自信和中国自信的公开课 应该说你今天生活在中国 你免于感染新冠肺炎 或者免于死疫新冠肺炎的安全感 至少是美国的五百倍以上 那么中国人民对自己制度优势 和对美国的制度劣势的认知 从来没有像今天怎么直接 怎么亲切 怎么具体 怎么深刻 听说张维维这个老逼老畜生被揍了 好 揍得好 揍得妙 四个勇士给你们点赞 这老畜生怎么没被打死 扒了他祖分都不嫌多 最好一起带上什么沈亿啊 李亦啊 陈平啊 胡锡进啊 金灿龙啊 等等等等 这帮老逼一起下地狱 哼哼 谢谢 谢谢大家